我们的操作也好 我们对这个技术状态的认识也好 都有一个过程 当时非常难 上午一个上午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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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交赶紧没办法下做 很多同志那时候确实 呃 等一代机房一代就是一天 黑天半夜 第二天回去了 一早爬起来又又上山 计算机连在一起后 由717计算机负责接收数据 320计算机负责处理数据 奇迹般的满足了执行 通信卫星测控的需要 我总加的是对一代人呢 就是说还是一个 一个思想国有 这个你不管干啥的话 当时我们这些人说实的话 你没讲好 我们这些人的话 哪有说一个真正本科 这个本专业的这个 好像一个毕业生命 那没有 所以那都是这个 好像大陆的这个出家 张爱平后来视察时说 人要立功 机器也要立功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设在大梁山的山谷里 就在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上 铺设了一条新中国的航天之路 1984年1月29日 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升空 然而不久 三级火箭在第二次点火时出现异常 卫星没能进入大铺源轨道 有时候这个门 这个烟青动了 动了把里面的铺鼻 抖死了 抖死了以后 叶阳就少了 后来叶阳多了 烟青少了 这个里面的温度高了 温度高了就把烟青盘自己烧掉了 烟青盘进来以后就到我林 把我林烧了 这样子 后来就扎了个扎了个别的东西 就吹了 一吹了就生了 七十天后的1984年4月8日 经过改进的长征三号火箭 携带卫星再次起飞 卫星在距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远地点 成功变轨 最终定点在东京一百二十五度 赤道上空 整个撤空过程 那个他们说法 就像 怎么描写 像一首交响乐 怎么讲 就非常的顺畅 非常的顺畅 这个口令非常有节奏 就好像有一种旋律 4月18日上午10点 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 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贸 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 电话接通后 张爱萍扔下时间准备好的讲稿 大声说 老王 哈米瓜熟了没有 王恩贸幽默地回答 我这就派人给你送去 当天 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 1984年10月1日 全国电视观众通过直播 看到了在北京取行贷 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 大家记得当年那个时候 纵楼的抬手最火 世界任何地方有纵楼抬手 等着参加比赛 情况就识识地回来 以前是做不到的 至此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史上 著名的洲际导弹 潜地导弹 和卫星通信发射事业 三大战役胜理完成 它是两弹一星工程的延续 是我国国防建设 走现代化发展道路 迈出的重要一步 代格开放的中国 刚刚展开腾飞的翅膀 席卷全球的高科技竞争 已经拉开帷幕 高科技引起的发展危机 最早触动的便是军事科技领域 这根敏感的神经 1984年3月 国防科工委召开了 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 和对策讨论会 1985年11月 又召开了 国防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 随后制定了 2000年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 预先研究计划 大力推进科学技术 和武器装备的发展 1986年3月 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大恒 王干昌 杨家驰 陈芳允 联明提出的 关于跟踪研究 外国战略性 可信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受到邓小平高度重视 并迅速做出批示 此事以速做决断 不可拖延 随后 中央及时批准了 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纲要 这就是著名的 863计划 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发展高科技 和高科技产业的计划 全面展开 提出建议的科学家们 原想为这个计划 申请两亿元人民币经费 落实下来的是100亿元 通过实施863计划 我国建成了一批 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的研究机构 和科研平台 攻克了一大批 尖端技术和工艺难题 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时促进了军事尖端技术的 跨越式发展 1985年 我国宣布将长征系列火箭 投放国际市场 承拦对外发射任务 在激烈的国际商业发射竞争中 中国航天开始走向世界 1990年4月7日 长征三号火箭 将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 送上预定轨道 两年后 1992年8月14日 我国仅用18个月研制的 长尔昆大腿里运载火箭 又为澳大利亚发射了一颗 美国研制的卫星 到2009年8月 我国已先后为13个国家和地区 发射了36颗国际商业卫星 历史证明 谁拥有洞察未来的战略眼光 具备超前发展的破例 谁就将拥有最蓬勃的发展 和更远大的前景 神经文 祝福 神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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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